大家好,这里是Jeff Retech 近期,苹果推出的新款M4芯片 在单核和多核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提升 其表现从基础型号到M4 Max 捐超越去年发布的M3芯片 不仅如此 M4系列芯片在图形性能上的突破也令人瞩目 尤其是M4 Max芯片在GPU性能测试中的表现 让一类对明年即将发布的M4 Ultra芯片充满期待 根据Blender基准测试数据 苹果M4 Max芯片的GPU性能 超越了多款NVIDIA显卡 包括RTX3080T和RTX4070 这一成绩对于一款内置GPU的笔记本芯片来说 无疑令人印象深刻 Blender基准测试通过对CPU和GPU性能的深入评估 微用户提供了比Deekbench更贴近实际应用场景的性能数据 在测试中 M4 Max芯片得得分为5208 经过28次测试后得出的平均分数 略低于NVIDIA RTX4080 但成功击败了RTX3080T和RTX4070 这意味着 M4 Max在图形处理方面不仅达到了高端独显的水平 同时也展示了苹果芯片在图形计算领域的接触优势 尽管M4 Max芯片在性能上 与一些桌面及显卡上存差距 但其综合表现依然值得称道 M4 Max芯片的GPU直接集成在芯片上 而RTX3080T和RTX4070 则需要占据PC内部较大的空间和更高的功耗支持 这种设计上的差异 使得M4 Max在性能与功耗的平衡方面占据了明显优势 例如 与RTX4090笔记本版的6836分相比 M4 Max的得分稍选低了约30% 然而 宇宙面积RTX4090高达10880的得分相比 M4 Max的表现依然可以接受 特别是在考虑到极远低于竞争对手的功耗水平时 这一结果表明 M4 Max芯片在时机使用中具备更高的能效比 与NVIDIA独立显卡相比 M4 Max的能效又适又未突出 由于苹果的芯片设计已节能为核心理念 M4 Max在提供强劲图形处理能力的同时 大幅降低了电量消耗 这种特性不仅延长了设备续航时间 还让新款MacBook Pro成为移动办公和图形设计用户的理想选择 此外 M4 Max的轻便设计也使其适用于更广泛的场景 与需要占用大量内部空间的RTX3080T和RTX40170不同 M4 Max芯片在更小的空间内实现了高性能输出 这位苹果未来在轻薄设备上的布局提供了更多可能 随着M4 Max的发布 业内对明年可能推出的M4 Ultra芯片抱有极高期待 与它的前辈M1 Ultra和M2 Ultra相似 M4 Ultra也将使用号称胶水搭法的Ultra Fusion技术 将两块M4 Max连接起来 由此M4 Ultra最多将会配备32核CPU与80核GPU以及32核NPU 在晶体管数量上也将达到M4 Max的两倍 作为参考 M2 Ultra在Titbench 6多核测试中得分为21241 而M2 Max的得分为14621 M4 Ultra也一样 虽然有边际效应的影响 但双倍芯片依旧能带来强大的性能提升 由于第一批搭载M4芯片的Mac已经完成发布 M4 Ultra更有可能出现在尚未发布的机型上 考虑到本身的定位 M4 Ultra可能与M2 Ultra一样 首发于明年较为高端的Mac Studio与Mac Pro上 为Apple Intelligence提供充足的MPU 以及光线追踪提供性能支持 除了M4 Ultra 后续的N系列芯片也有消息 明年 苹果将会推出M5芯片 据推测 这将会是常规升级的一代 按照苹果的一贯作风 M5可能只是对功耗 制程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补充与优化 虽然2025年的M5芯片看起来可能有些乏善可陈 但2026年的MacBook Pro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根据爆料显示 2026年的MacBook Pro将会有三个变化 按照芯片制程进度 2026年的MacBook Pro 将搭载使用台积电2nm工艺制作的M6芯片 相较于目前的M4芯片使用的3nm工艺 制程工艺的缩小 意味着晶体管间的距离更小 只有两个好处 电流的损耗与泄漏会更小 以及可以在相同的空间中 隆纳更多的晶体管 也就是说 M6芯片的功耗会更低 性能会更高 除了芯片 外观也可能会有变化 按照苹果对MacBook Pro 年一更新的计划 的确也快到MacBook Pro 换新设计的时候了 上一次更新 苹果设计接班人Evans Hankey 抛弃了上一代Johnny Ave主导的C型机身 将饱受争议的碟式键盘与Touch Bar移除 SDXC卡槽与HDMI接口的回归 也介绍了功能性的全面提升 这样的设计改动 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在一定程度上 被视作苹果拨乱反正的象征 功能性不再为设计让步 两者达到一个舒适的平衡 但苹果显然还有更多想法 现在这一代MacBook Pro显得比较笨重 苹果想要将它做得更薄 目前设计了这代MacBook Pro的Evans Hankey 已经于2023年出离职 接任他的Marley Anderson 虽然已经成为苹果设计总管 但并没有像Johnny Ave与Evans Hankey那样 被任命为苹果副总裁 他的设计代表作是经营 WWDC上M4首修的iPad Pro 在他的带领下 iPad Pro M4再实现了机身厚度变薄的同时 保住了电池容量 并提供了比以前好20%的散热性能 如果不出意外 新MacBook Pro的设计 也将由它主导 能否在更薄的机身 下控制住桌面奇缘器件的散热 就要看其功力究竟如何了 随着M4芯片的推出 Apple Intelligence已经拥有了 一个可用的环境 只等落地 而在可预见的未来 进一步优化的M5芯片 更强大的M6芯片 新的机身设计和显示技术 将相近面试 MacBook Pro的发展步伐 不可谓不快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期待搭载M4 Ultra的Mac产品吗 欢迎与我们能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请订阅关注Jeffrey Tech 我们下期再见